举行新品发布会,带来了全新的魅族15系列 此次发布的新品共有魅族M15、魅族15和魅族15plus三款 分别主打入门终端和旗舰三个段位 配置方面,魅族M15搭载骁龙626处理器 5.46寸1080P LCD屏幕 前置2000万像素加后置1200万像素相机 3000mAh电池 魅族15搭载的是骁龙660处理器 5.46寸1080P OLED屏幕 前置2000万像素相机 后置1200万像素加2000万像素相机 3000mAh电池 魅族15plus采用的是三星XNOTE8895处理器 5.95寸2K OLED屏幕 前置2000万像机 后置1200万像素加2000万像素相机 3500mAh电池 需要说明的是魅族15plus加入了对全网通的支持 外观上,魅族15系列采用极简对称的设计 边框非常窄 手机下巴上配备了集成指纹功能的Home键 机身背面魅族15把摄像头和环形闪光灯放在中线位置 这款手机的机身材质选择了金属 有叶末、雅金、戴南、玄武灰四种配色 还采用钢琴烤漆工艺打造的乳窑白配色 相机方面,魅族15、魅族15plus的主摄采用了和华为P20同款的IMX380 此外,他们都支持四轴光学防抖 两分钟带你开完发布会 最后福利到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关注雷克机微信公众号 回复关键字魅族发布会 即可获得微信红包